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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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1日会在台北的台日关系永续论坛发表演说 访台期间将拜会总统蔡英文及防卫相关人士 迪生田将是继2003年的麻生太郎后 时隔19年在有自民党内三大要职人士访台 日本台湾交流协会 在1号举办成立50周年庆祝酒会 日本驻台代表全玉泰表示 日台双方多年来辛苦累积 相互体谅 孕育出信任及友情的连结 日台关系如唇亡齿寒 是无法取代的好伙伴 根据资料显示 多数民众在规定温度偏低的放宽首日 外出还是习惯戴口罩 许多人认为这样会比较安心 也有部分民众外出戴着口罩 是因为不知道规定已经取消 至于参加年底跨年等等的大型活动 是否要携带口罩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王立胜表示 除非疫情又升温 否则不会在户外不戴口罩的原则下 认定规定 好 新闻朴山来听一条美丽歌曲 流曲本啊 流曲盘 这是我们上星期后 所有邀请到的黄建昌老师 一首作词的歌曲 还有我们的包比达作曲 这是来自蔡琴所演出的歌曲 大家作回来欣赏 请不吝点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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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